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孙颖沙的教练黄海诚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 秦志简离开国家队前 是经过竞品的国家难队主教练 是难队的当家人 所以秦志简如果回江苏执教 重新走一条黄海诚走过的路线 没有十年八年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江苏队缺少优秀的主教练 国家队的回归又遥遥无期 秦志简事件该如何解决呢 其实我们不妨做一个置换 就是成绩一样优异的黄海诚 去江苏出任主教练 由秦志简代替黄海诚执教 陈梦和孙颖沙 这样一来 可以充分发挥黄海诚教练优异的发掘 打造年轻的优秀队员的能力 还能为什么孙颖沙 找到更加合适的教练 再又更为重要的是 秦志简就顺理成招的回归国家队 本来自生意中的商机 创业加系授权发布 略经编辑修改 版权规作者 所有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宫典 订阅